法定人數不足 以及20宗與其他確診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的個案 當中有10宗是檢的中心裏確診得到的 在這28宗個案包括有17名的男性和11名的女性 他們的年齡是介乎7個月至85歲 當中有8宗個案是在社區檢測中心或者流動檢測站那裏診斷得到的 包括三宗在油麻地地區 我首先講一下確診個案輸入性個案 兩宗輸入性個案其中一宗是牽涉一位機師 是一個貨機的機師 他是從美國底港的 是在機場那裏檢測得到陽性的 另外一位是涉及一名在巴基斯坦 經杜拜和曼谷底港的人士 亦都在機場那裏確診的 在6宗源頭不明的個案當中 我會簡單講幾宗個案 當中其中一種個案是涉及一名診所的護士 他主要的工作是負責登記的 他是在林學森醫生的醫務所裏面工作的 他在1月28日的時候拿了個月亮本 測試是呈陽性的 他本身是沒有徵狀的 他最後一天上班是1月29日 我們亦都聯絡了診所 做回流行病學調查和接觸者追蹤 當中是另一名的診所護士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 亦都有幾名的家庭成員 即個案的家庭成員和密切接觸者 我們亦都聯絡了診所的醫生 跟進1月26日至1月29日期間 去過這間診所的病人 安排他們做化驗測試 亦都建議這間診所需要關閉14天 另外有兩名源頭不明的個案 是牽涉一些強制檢測的大廈 包括其中有一座大廈在油麻地 東安街的順安大廈 有一名個案是涉及一名81歲的婆婆 她本身是退休人士來的 她都是堅強制檢測而測試得到的 她同住的一名的菲律賓工人亦都是確診的 另一名的源頭不明個案 是牽涉同樣都是順安大廈另一個單位 牽涉涉及一名是印尼籍的外傭 她住在另一個樓層的 現時順安大廈一共有六個單位 是涉及總共有十一宗的個案 這些個案分別分佈在四個不同的樓層 每個座向都有些個案 強制檢測是在1月27號已經發出 檢測日期是1月28號至1月30號 另外有一宗源頭不明個案 就是牽涉 亦都是經強制檢測是檢測得到的 是牽涉另一名的婆婆 她住在河文田村倚文樓 亦都是一名以託休人士 在這座大廈裏面 現時是有三個單位 總共是有六宗個案確診 他們都是不同的座向和不同的樓層 另外我講一下一些 與其他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的個案 今天確診的個案當中 有五宗個案是涉及香港國際機場 興建中的三口系統的地盤工人 現時在這個地盤裏面 確診的工人總共有九名 涉及的工程合約是3206 合約編號3206 是主要的填海工程 當中是有兩名工人確診的 另外一個工程合約是3303 是第三條跑道和相關工程的工人 當中是涉及7名工人 他們主要的工作 都是做飛行區地面的 興建一些的燈號系統 鑑於在這兩個工地裏面 出現一個爆發 我們今天都會出一個強制檢測的order 就是要在擴建香港國際機場 成為三跑系統 合約編號分別是3206 和3303的工人 如果他是在過去兩個星期 在這個工地裏面 逗留超過兩個小時 他是需要在1月31日至2月2日期間 接受一個測試的 如果是1月28日至1月30日期間 曾經已經接受了測試 是可以豁免的 我們亦都跟了機管局 和相關的contractor聯絡了 我建議相關有個案的工地 是停工14日的 最後講講一些大廈 在今天的確診個案裏面 有8宗個案是住在油尖望地區的 當中有5宗是住在油麻地的指定地區 另外深水埗是沒有新增的個案 九龍城有6宗的新增的個案 當中在紅磡的指定地區 是沒有新增的個案 那我報導是這麼多 請劉醫生 各位好 直接到今早上午9點鐘 過去那24小時 醫管局系統錄得情報個案是48宗 過去那24小時 再多60名的康復病人出院 至今共有9362名病人康復出院 至今共有9362名病人康復出院 至今今早上午9點鐘 有801名的確診病人 分別在22間醫院 和亞洲國際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留醫 其中28人情況危態 38人情況嚴重 其餘的735人情況穩定 至今醫管局開了的負額病床 是1220張 使用率是66% 負額病房 是672間 使用率是74% 另外 有一宗關於屯門醫院的事 屯門醫院深切治療部的一名男護士 今早就衛生型冠狀病毒病的確診病人 派約的時候 就沒有配戴N95呼吸器 就只是戴了外科口罩 因為男病人當時也有穿戴其他裝備 包括保護衣、手套、面罩等等 包括保護衣、手套、面罩等等 這位護士 男護士 當時穿戴其他裝備 包括保護衣、手套和面罩 包括保護衣、手套和面罩 這位護士在病室內逗留了三分鐘 主要是為病人核對手帶之後 放下藥物 讓病人自行服用 期間沒有進行任何高風險程序 主席 勞工廠局長 現在是提問時間,麻煩大家在發問之前先介紹你代表的機構 那邊後面那位男士 兩位醫生你好,平家一部的 首先想問紅磡,因為我們見到其實今早都有些帳篷在那裡,有些鐵馬 其實想問其實是不是一些什麼部門或者什麼行動來的呢 關不關各區可能會有封區之類的情況事呢 另外想問那個有個女護士登記護士,做那個林鶴馳醫生的那個 想問那個申出地址是哪裏 另外想問油麻地的那個信安大廈,因為比較多確診個案 想問一下其實會暫時估計那個傳播的途徑是什麼呢 是個環境問題,即樓宇的後管之類還是什麼原因呢 會不會其實安排可能撤離或者會是之前這樣封回那座大廈去做強制檢測呢 謝謝,謝謝 多謝你的提問 關於紅磡有些帳幕在這裏 我本身不是很清楚是哪些部門是在做什麼 你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診所的護士,林鶴馳醫生的診所是在嘉賓大廈的 在佐敦 嘉賓大廈 第三就是油麻地,因為今天新增的個案其實都是經強制檢測找得到的 我們因為在大廈如果在一些的指定地區或者一些其他地區 如果出現個案的時候,我們都會去出一個強制檢測令 我們都預期其實透過強制檢測會找到一些新的個案的 在信安大廈,現時來說我們看到的那些個案 它分別是在不同的樓層,接近有四個樓層 和它的單位的座向都是不同的 現時來說,我們都密切觀察著有沒有新增的個案 暫時就看不到是有很明顯的 或有一些在大廈裡面垂直傳播的情況 但當然這個是不能夠排除的 我們都會注視會不會在這座大廈裡面再有新增的個案出現 如果有需要,可能會再做進一步的措施 下一條,這邊前面這位女士 你好,香港電台的 首先想請問機場地盤 想問那兩份合約的不同工人他們平時工作的時候 是不是有機會接觸 就是有沒有初步估計到裡面有什麼高危的地方 另外也想請問,因為這次見到九龍城區 剛才說到有六宗個案 但在指定區域裡面是零宗 是不是出現很多,九龍城區其實還有很多危險的地方 是未做到那個強制檢測 需要再擴大那個指定區域呢 另外也想問,因為今天見到的源頭不明個案就少了很多 這幾天都很反覆的疫情 想請問一下,當局覺得現在暫時的趨勢是怎樣 還有今天有幾多中初步確診個案 謝謝 多謝你的問題 首先我講一下 在香港國際機場三跑系統的地盤裡面出現那個爆發的情況 現時是涉及有九,總共是有九宗的確診個案 當中是牽涉主要是兩個不同的工程合約 其中一個工程合約是主要做一些填海的工程 兩個環境者分別在不同的工地 但是屬於同一個承辦商 另外一張工程合約就是3303那張 主要是做一些交通或者跑道上面的燈毫安裝和建設 他們工人之間是有機會互相接觸的 他們屬於一個我們叫分判商 即是分判的公司 我們了解這些個案 他們會在一些破櫃改建成的休息室 或者更衣室裏面會吃飯和休息的 有機會可能在這些破櫃改建成的休息室裏面 會有些環境污染 或者在裏面的空氣流通不太好的時候 有機會造成互相之間傳播 亦都有其他可能性就是工人在工作的時間 他們有時未必說戴口罩會戴得好 始終地盤工作都是一些體力勞動的工作 可能他們接觸的時候都有機會傳播 大致上現時我們看到 都是涉及兩個工程合約 沒有涉及其他的 在三跑地盤裏面其他的工地 我們都建議了 所有這兩個工程合約的 大概是每一個合約大概是三千人 就是總共大概六千人 都是要做那個檢測的 那是吧 謝謝 那九龍城的情況就是 今天我們有六宗的個案在九龍城 其實他們都雖然不是在紅磡的指定區域 但是分佈在其他的地區 其實除了九龍城 現時來說我們看到的個案 就是每一區其實都是有一些 就是不明源頭的個案 那今天的個案的數字就好像回落 但是其實我們看得到過往 個案的數字其實是會有個 就是日與日之間是有個上落的 那不可以用單一日的數字 就可以下到一個判斷 就是現時現在那個疫情是不是回落 那我們如果看回過去一個星期 其實那個疫情都是在一個 比較相對高的水平那裏 那我們也會密切注視著 那看看那個將來是不是真是一個下降的趨勢 那當然我們很希望是 疫情是會開始是會穩和會落的 那但是都要靠市民去同心去 繼續去保持回那個防疫措施 那也都我們擔心的一樣東西 就是農曆新年就快到了 那很可能市民會多些的家庭聚會 那這個是會有個擔憂和有個危機在那裏 因為始終社會現時都是有不同的 因為都是很多的不明源頭的個案 那在我們過去一個禮拜裏面 就是檢測到的個案 那大概起碼有四成左右都是源頭不明的 那指出證明其實社會現時 在這個社區裏面 都有很多隱形或者是不明源頭的傳播鏈在發生著 那如果我們稍有不慎或者是鬆懈的時候 可能又會造成另一波的爆發 初步確診數字 有沒有初步確診數字 大概是四十多宗 下一條 這邊這位女士 兩位你好明報 首先想問回機場三百校工程的情況 那提到有九個工人確診 可不可以透露他們的case number 另外就是這兩個工程合約的工人 你剛才提及涉及六千人要檢測 那其實有多少人要去檢疫呢 會不會安排他們去檢疫呢 還有你們是否掌握到兩個工程合約的工人名單 會不會真的可以檢測所有人 第二個問題就是想問回 因為我們看到有第二波 去到今次第四波疫情 都接連有地盤爆發疫情 例如葵青、張南隧道等等 都是牽涉一些貨櫃休息室的傳播 其實除了要求他們強制檢測之外 當局會不會考慮其實向地盤發出隔離令 這樣有沒有效去截斷整個傳播鏈呢 第三就是因為我們留意到 其實那些地盤工人都是散工來的 就算可能當局建議他們停工十四天 他們都可能會去另外一些地盤 再去接工作的 其實隔離令或者要求他們去檢疫 是否真的會不會有效一些呢 就是除了只要他們強制檢測 那隨時之外就想問回一個個案 就是10299它是源頭不明的 但是它去過九龍城長樂大廈 還有附山公眾臉房的 那其餘是不是一些殯葬業的職員來的呢 有沒有接觸過確診者 還有它的傳播風險有多大 麻煩你 多謝您的問題 首先我講回在機場 三跑工程地盤 那個爆發的情況 現在現時有九宗個案 我們都是做著流行病學調查 以及密切接觸者追蹤的 我們會將和這些確診個案一起工作的一些同事 或者是其他工人 以及共用休息室 即是共用貨櫃的工人 就會界定為密切接觸者 送入檢疫中心的 現時來講已經大概是有六十名的工人 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 會安排入檢疫中心 另外他們同住的家人 或者其他密切接觸者 也都會送入檢疫中心的 現時大概我們找到大概有二十位左右 我們亦都是跟承建商和機管局密切聯繫 去追蹤和這些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的人士 亦都建議了這個工地 這兩個工程合約 涉及的工地 應該大概是有五百位的工人 他們需要停工十四天 以及接受強制檢測 我們都會看看會不會有新的個案出現 以及有沒有需要再進一步做第二次的強制檢測 我們亦都是分發了 楊本平是給這個工地 其餘那幾千名的工友去做檢測 關於那個預防措施方面 你說得很對的 在過去這一波裏面 我們都見到有幾個在地盤發生的 都頗大型的爆發情況 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在工人休息或者吃飯的時候 會共用一些貨櫃改建成為休息山 可能在這些貨櫃裏面 第一空氣流通不太好 第二消毒或者環境衛生 也有機會是不理想的 加上他們如果在一個聚集性的環境裏面 去脫口罩或者聊天的時候 有機會就會造成傳播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在這些地盤裏面 一定要做一個防疫措施 我們亦都建議 每一次出現這些情況的時候 亦都建議那個承辦商 做一個消毒清潔 以及不要讓不同判頭的工人 共用一些休息室 可能指明每一個工人 指定用一個專用的貨櫃 或者是休息室的時候 如果出現有傳播的情況 就不會說出現一些錯誤 或者很大型的爆發 暫時沒有考慮 我們首先把緊密接觸者 安排入檢疫中心 當然我們會密切注意這個情況 另外關於10299號個案 我手上的資料就是 他是住在黎港城七座 其中一個個案 他家人也是確診個案 下一條 還有這位女士 第二个问题, regarding workers at the construction for the airport's third runway do the authorities have any idea which cluster is the first infection linked to and do the workers share any facilities other than, well, kind of this container where they eat their meals and is it necessary to audit mandatory tests not just for workers under those two contracts but all workers for the construction for the third runway third question regarding the Yaomate building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11 cases so far can authorities tell us a little bit why do you guys think it's unlikely that there have been a vertical transmission going on there and could it be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for the first question I think that although the number of cases reported today has decreased as compared with the past few days but we cannot rely on one day figures to assess the epidemic situation in the past one to two weeks the number of daily number of cases the average number of daily cases still remains at a high level and the number of cases will have some day-to-day fluctuations so although today's cases has decreased but we have for tomorrow we have already recorded over 40 preliminary positive cases so the we are still the epidemic situations in Hong the overall epidemic situation in Hong Kong is still very high and we will closely monitor to see if the trend will go down in the coming few days regarding the airport at the outbreak at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runway system construction site so far there are nine cases recorded with seven of them working under one single contract which ar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installing the travel night systems in the runway system and another two cases involved in another contract responsible for the reclamation of the islands so far all the nine cases work in the reclamation island of the third runway system and so the majority of the workers involved comes from these two contracts so we will issue a compulsory testing order for all the workers working in these two contracts and the total number is about 6,000 the workers work under two main contractors and for one of the contractors contract number 3303 the seven workers they work in the same team and they share common facilities such as the restroom and also they will work together so they are close contacts and they have epidemiological language so they have epidemiological linkage and they are close contacts and they have epidemiological linkage Q.C.O.L.A.W.I.A.S. This question was on the following for theance of the 4K Terrier Network and about the third runway construction site cluster of the five new cases today can you break down how many of these cases are under the contract 3206 and how many are under the contract how many are under 3-3-0-3 and can you tell us a bit about what might be the possible way of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in these construction sites would it be likely because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how likely would you think that the virus might spread to the workers under other contracts on the same sites secondly the number of unknown or untraceable cases have been decreasing and and it has also dropped drastically today does it mean or does it show that there might be a trend of untraceable cases dropping and also lastly I'm also does it mean that the current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might see any possibilities to be relaxed in the short-term future and as you just said is the Lunar New Year holiday also a possibility for cases rebounding thank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s and for the five new cases affecting workers of the HongKong IA for runway construction sites and all of them are from the contract 3-3-0-3 and they are colleagues working under the same contractors and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s provided by AA the airport authority and also the contractors the contractors of different companies they the workers will do not miss together and and they work on different areas or parts of the reclamation island because the island is a very very huge area and they a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zones in which different contractors work in different areas so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missing between the workers of different companies in the construction sites is very minimal but however some of the workers they from different company they will take the fairies from the turn moon or don't tongue to the construction sites so there is it is possible that they may have some missing during the very cheap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ors and also AHK and there are the measures such as temperature screening has been implemented on the very and they have carried out daily these infections and also all the workers at Walmart still in the very cheap very cheap from the tongue tongue or tune moon to the construction site so I think that the risk the most of the risk is from the from sharing common facilities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sites such as the containers and for the final questions on the trend of these of cases or as I have mentioned that although the number of cases has decreased today but we cannot rely on a single day figures to adjust the overall epidemics situations because the daily number of reported cases will fluctuate and up and down from time from day to day so we need to observe for longer period of time to see if there is any if the trend is really decreasing and and also as the new Chinese lunar new year is approaching the general public may have more family gatherings and also social functions so if we need to take precautions so that there will not be any further charge on large scale transmission or outbreaks in the community nex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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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one two one is one 这九个工人其实是否当是一个群组 还有也想问他们是否会搭同一种交通工具上班下班 会不会在交通工具上接触到 还有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机场的其他人 因为机场比较多数个案 会不会有机会在一些源头呢 另外也想问红磡区 刚才也有行家问到 放了很多铁码 其实也想问一下当区的个案 在近日是否有一个急增的情况 还有今天初步确诊在个案里面 有没有红磡区占多少宗个案 会不会可以说到近期 totally 在那区有多少确诊个案 还有主要是哪些街或者大厦 你觉得封区的机会大不大呢 麻烦 第一个问题 关于机场三跑的爆发 第一宗个案是99200 是在1月20日 在社区 透过社区检测 是发现得到的 它是没有症状的 我暂时手头上没有资料 有些个案是否透过建造业训练局 那个检测找得到的个案 我们问这些个案 他们主要都是要搭船才去到的工地 因为这个工地是兴建中的一个填海的工地 就是跟现时香港国际机场主要的地方 完全是独立的 变成是在陆路是去不到这个地方的 他们一般有些人就在屯门 有些人就在东涌 就要搭船去到工地那里 去到工地之后 工人都说回 就会首先是去到一些货柜那里 就是换衣服 换衣服之后 就再坐车去到他们工作的地方 不同的分判商 工人应该就在工地里面 是不会有特别的接触的 但是同一间公司的人 是可能会共用一些的 货柜改建而成的休息室 还有工人与工人之间 在工作的时候 都会有些比较密切的接触 在我们络德的九宗个案里面 当中有七宗 都是涉及3303这个合约 很多都是在同一个分判商 旗下去工作的 他们在工作之间 亦都有机会有接触 还有大家互相有些是认识的 亦都有可能有机会一起吃饭 那机场其他的人 因为我刚才都讲过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工地 是跟机场本身 譬如 Terminal 1 Terminal 2那边 是完全独立的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不会接触到 在现时香港国际机场 就是主要那个地方的其他的人 那在红磡方面 我们是过去两个星期 是录得多一些的个案 那主要就是因为在红磡 我们都是很多的大厦 都是列为一个靠制检测的大厦 那变成了就是做测试做多了 就找出多了个个案 那我们都会密切注视 就是这个红磡 在红磡地区个案的数字 会不会是就是 持续是高了 那在今天来讲呢 在今天六七个个案呢 暂时来讲就在红磡的指定区域 是没有新增的个案的 下一条 开边这位女士 你好 医生 凯寶的 想问那位林鹤逊诊所的护士 其实他的编号是多少 他在诊所那里主要是负责什么类型的工作呢 他在潜伏期 就是有没有大概接触了多少病人 那就是除了同一间诊所的那些同事之外 会不会都追踪一些病人 叫他们做强制检测呢 那还有都想问回 因为迅安大厦就 就是累计有11宗个案 那其实有没有去提取一些的环境样本 就是觉得会不会有些环境的因素影响 谢谢 多谢你两个问题 那关于那个诊所护士 他个案件是10384 那我们问回 其实他在工作的时候 他都有配戴口罩的 有做足 就是有配戴外科口罩 那还有他主要的工作是做负责登记的 那在诊所里面 就是他跟病人是没有一个直接的接触的 那在登记的时候也都有玻璃压开 那所以其他的病人 都是不是一个接触者来的 那也都问回一间诊所 那其实其他病人来到的时候 都会戴口罩的 那那个医生也都是 就是不是一个密切接触者 他也是测试了的 那所以我们都建议 就是现时来说 其他曾经去过这间诊所 在那几天去过的 这间诊所的病人 都唯有审神起见 都建议他们做一个测试的 那也都是我们联络了医生 那他会拿回个名单 就联络了一些病人 那在我根据他提供的资料 因为那几天都不是太多的病人 那可能都是涉及有 就是每日有10宗留下的病人 10个病人以下 那我们的流行病学调查 仍然进行着的 那关于红磡 sorry 油麻地的顺安大厦 那因为经强制检测 那就找到多一些的个案 那其实在大厦里面 就是好 其实在香港不同地区 不同的大厦 我们也有一个很普遍的情况 就是可能一座大厦 有出现个案的时候 如果做间测检测的时候 就会找到多一些的个案 那如果这些个案 是涉及可能同一个 同一个座向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一些的 就是联同其他部门 去做一些的调查 看看是不是在大厦里面 有些经一些浑渠 或者污水渠 有些传播的情况 那但是如果有时候 在我们见到的情况 就是散的 在这些个案 分布在不同的楼层 或者是不同的座向的时候 那很大机会 就是可能出出入入的时候 会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个案 譬如是搭桌子 或者是走廊的位置 那也都有机会 就是有些个案 会污染了一个环境 那如果这些居民 出出入入的时候 可能摸了搭桌子 摸了一些公共设施的时候 也都会受到感染 所以就都预期是会出现这些的情况 下一条 那边的女士 东方的 麻烦你 想问一下 见到今天源头不明的个案 都在较低的水平 觉得和风区抢检是有没有关系呢 还有想问一下 会不会追踪三跑确诊工人的居住地点 早点做介入以防出现好像蓝隧道这样的情况呢 另外9928号 她是住油麻地中方街59号A的 和油麻地指定区域都近了 会问一下 会不会有可能是这个患者 在住所感染之后 传给公地的其他人呢 还有今天total有几多个大厦强检 分别是哪里呢 昨天新增的强检大厦初步 会不会有新增的确诊个案呢 麻烦你 今天不明源头的个案的数字是有所回落的 但这跟风区强检是没有一个关系 因为风区强检的目的就是 希望找出多一些个案 如果找出多一些个案 当中一定是包括一些不明源头的个案 所以单日的数字很难说 是因为什么原因会导致回落 我们也要看回趋势 究竟是真的回落 因为只不过是单日有一个 日与日之间的一个波幅而已 9928她是住在油麻地的 但她住的那个大厦 应该就是不是油麻地之前那个 是一个早期的一个指定地区来的 那她都是一个源头不明的个案 那她是 就是找不到个源头的 那有机会是她可能她在工作的时候 会惹给其他的人 但我们都看不到一个很明显的流行病学关系 那还有这一位的病人 她涉及的工程合约 只是得两个受影响人士 那是3206 那跟着之后都没有出现新的个案 那反而就是最新的一些个案 地盘的个案 是涉及3303这个合约的工人 最后一条 想问一下 刚才有说到那些沙炮工人 会东冲屯门搭船进去机场 就是想问一下 是不是港九小轮那家公司 还是什么船公司 还有刚才没有答到 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3206合约那两个填海 那两个工人互相有没有接触 是否同一间分判商工作 还有这九个工人 是否当同一个群组 同一个感染源头呢 麻烦你 据我们之前了解 就是港九小轮是有份营运 这个是由屯门去到新机场三跑的渡轮 但是这一次现时来说 还是不是他们营运呢 我们都暂时 我手上没有资料 那可能要进一步了解 但是之前大家都记得了 港九小轮是有一个 就是在船员那里有个爆发 但是当时我们的调查 得到的资料就是 就是这些船员 基本上他们和那些乘客 就不会有一个密切的接触 所以都应该未必关事 那你第二个问题 不太记得 那两个个案是同一间公司 同一个批判的 但是他们做事的地方是不同 互相之间都不懂的 所以我们找不到一个很明显的流行病毒关联 这两个人 但是始终两个工人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受到感染 我们都觉得是一个爆发 那这九个工人 因为他们全部都是在机场山跑的 就是填海那个工地那里工作的 互相之间都是 就是under同一间公司 所以我们都有理由相信 是一个群组爆发的情况 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记者会到这里结束了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